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雖然说在学校会有实验的课程 但其实进实验室的次数也不很多 那借这个机会他们可以自己手动做 或是更近距离看自己手做的成果 我觉得可能要你自己亲身去手做 你才会有那种科学的行动 你就会知道说确切的原理是怎么样 然后它在哪一步融化 然后下一步会怎么样 你会很清楚地明白 下一步要做什么 透过跟科学结合的方式 了解到手做的有趣的点在哪里 可以让科学更贴近我们现实 这就很神奇啊 就第一次在火车上做实验 因为你会觉得外面一直在动 然后你又在做实验 就跟学校不一样 学校不会动 在火车上学了很多不一样 在学校没有学 因为我觉得这边所设计的一些科学的关卡 对学生有很多的启发作用 所以想让他们有多一点的学习 然后增加他们一些创造力 因为未来的世界其实很多元 然后如果有多一些的想象空间 可能会创造出他们以后一些新兴的行业出来 然后可以让他们更适应未来的生活 我们是树光女中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是琢木鸟 然后要的器材有气球杆 铁丝还有黏土 好我们现在来为大家做示范 就是把这个铁丝 缠在这个气球杆上面 然后让它有一点空间 让它可以这样左右晃动 然后缓慢下降 这个实验的原理就是 由胃能转动人 然后它的琢木鸟 然后它就会缓慢晃动下降 好 来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是要介绍我们的叶麦书签 那我们叶麦书签就是会先进 氢氧化那 然后溶解它的叶肉 让它就是有叶麦的轮廓 然后我们之后会用水清洗过后呢 就是让小朋友可以借用这些牙刷 然后把那个上面的叶片就是把它刷掉 然后做成我们叶麦书签 做完会长像这样子 二零二来 二零月的 晶梦养伞 咯咯 刚刚在楼上玩那个镜子的超级好玩 还玩3D的超厉害 超厉害 这个课学到了 这是科学的东西 看到小朋友 透过这样的游戏里面 去玩科学 我觉得让孩子有一个很棒的体验 让科学的教育 融入在孩子的游戏当中 我觉得让孩子的收获非常多 那我想非常感谢 让我们这么小的小朋友 就有机会从小 接触科学的活动 那我想这个活动非常有利 希望我们将来能够扩展到 各省市各的小学 能够让孩子 除了艺术人们之外 那台湾是一个科技城 这个活动我相信 对我们未来的培育 下一代都非常有帮助 那我们这边是跨领域科学教育中心 那这个呢 今天我们带来一道会场 这个是我们的雷射加工机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手上的这块牌子 有黑色的字 其实这个字是利用雷射去做加工 那雷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台机器 它是使用蓝光雷射 所以为什么家长会跟小朋友说 不要滑手机 为什么 因为手机的蓝光很强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呢 我们就用蓝光实际的刻在上面 给大家看一下蓝光的能量 到底有多强 那底下放好 我们今天要加工的物件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很强的蓝光 去把它做加工 这个字就是利用雷射去加工出来的 而且它加工的深度 是可以去做微调的 像我今天讲到加工的深一点 我就可以把它能量开强一点 或是想要加工的浅一点 甚至我今天也可以做裸空字 做外框的而已 除了做字的雕刻以外 它也可以做所谓的切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边缘这个黑黑的地方呢 其实都是用非常高功率的雷射 很慢的速度 去慢慢慢慢的把它切出来 就可以去做木头的切割 所以我们的雷射加工机 不只可以做雕刻 可以把字雕刻上去 也可以用来做木头的切割 当然不止木头 我们今天木头 皮革 金属 甚至塑胶 瓦楞子之类的 通通都是跟我们的加工的一个对象 我们这个游戏呢 它是结合Google所 帮我们训练好的一个 人工智慧模型叫MediaPipe 可以做手掌的辨识 那当我们辨识到人的手掌之后 像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手掌辨识的结果 做一个类似像探知蛇的游戏 我们整个城市是用Python写出来的 我们是指导一个国中生 去把它写出来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 国中生写出来的这个小游戏 小专案 让其他的学生也可以玩 让所有的学生了解到说 其实写程式不是一件那么困难的事情 我们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程式语言 就可以做到很有趣的应用 那希望借此激起大家对于程式语言 对于科普对于Steam的兴趣 那我们这个游戏呢 是用VR的一个工具叫CodeSpace 那做出来一个类似跑酷的游戏 那学生呢 可以使用这个前后左右的按钮 以及这个跳跃的按钮 以及视角的转换 那试着挑战一下 从起点跑到终点 那最多只能掉到海里面三次 这个游戏很特殊的是 它其实是国小的学生 我们就可以做出来这样子一个游戏 所以一样我们是希望 藉由让学生们做出来一些 有趣的游戏专案 让其他的学员去了解到 其实城市的东西啊 一些VR的东西 它不是那么的恐怖 不是你只能玩别人的东西 其实你有机会可以自己做出来 做出一个像这么有趣的游戏 我们希望藉由这次的活动 让很多学生了解这样的概念 那我们这边呢 其实我们现在让小朋友玩的这个 它是一个属于桌游型的实验 让小朋友体验物品的重心在哪里 然后利用我们的桌游游戏 让他们打到两边平衡 来做一个的平衡游戏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实验呢 它其实是结合了数学 又结合了逻辑 跟我们一些物理原理 把我们简单的给小朋友四个木片 它可以变成正方形 它也可以变成三角形 那让小朋友的手脑并用 让他们知道呢 所谓的一个形体 不一定都是固定的 那现在小朋友是利用四个不同大小的积木方块 但是要它组合成正方形跟三角形 那它都是同样用这四个积木方块 那他们就是在排列组合上去 让我们小朋友动脑 注意看我们缺的图形 跟手上的积木方块是不是能对应到 如果正确对应到就像小朋友这样 很明确的把它摆下去 那这边呢它是利用 正常来讲斜坡的方向球会往下滚 但是我们利用两根棒子 球产生斜坡之后呢 再把它夹紧夹起来 让它继续有一个作用力的方式呢 让我们球可以继续往下进行 我们下转的方式 谢谢观看